乡村法治剧场 每周五晚六点零五分 上演扣人心弦的法治故事 持续关注三农与法 解读法律 解剖人生 关注农民与法 这里是乡村法治剧场 大家好 我是案例讲述人王鑫 王春和马霞是一对农村夫妇 在外表上看 他们生活富足 而实际上 他们的婚姻从最初就埋下了隐患 患有心脏病的马霞是家里的独女 家中经营着种子公司 富裕的马家 担心家境贫寒的王春 要娶马霞是为了财产 于是马家人要求王春签订婚前财产协议后 才能够结婚 二人婚后的生活还算稳定 而三年前 马霞亲眼看到父母出车祸出世 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 再加上他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 于是他开始找一些所谓的大仙求要做法事 这天呀 马霞又去外面求大仙了 突然他接到了好友秦梅的电话 出事了 太不要脸了 吃你的喝你的 他居然在外面狗女人 他还带回家了 臭不要脸的 气死我了 他还带回家 晓晓 我跟他 用眼镜里掐浮的手买票吗 好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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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给我打开 我说你开门 开门前面 我说你臭不要 你没有活 你都干什么 开门 你 你们 好嘞 王春 啥子很因为你双向本宫求平安 你倒好 你在这玩女人 我们家这你少玩 王春 你以为侠子脾气好 你能欺负他是不是 我告诉你 手有我在以前就别想欺负他 你有空想想怎么把自个儿炸出去吧 别整天揪着别人家的事不放 你是不是对王春有意思啊 嫉妒我 马姐 你也别生气了 我这也是为了帮王总 帮他生个孩子 免得他这三代单船呢 你别说了 你先回去吧 我要说 今天咱们索性就把这事给说清楚了 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王春就离不开你啊 王春他爱的是我 不是你 他不稀罕你的钱 你成天求神拜福的有什么用啊 你就是求到死 你的心脏病也不会好 你就是求到死 你也不会有孩子的 你 你还真把自个儿当西施呀 我这胸口疼 想让人家说你美呀 错了 人家那西施叫真美 你这叫东施小平 丑 你给我闭嘴 你太过分了 我今天给我打死你了 行了 正方都没动手呢 轮得找你这个外人在这儿瞎搅和什么呀 你想当陪方丫头啊 可以呀 但不知道王太太 您同不同意呀 你 你不要脸女人 我不要脸 你瞧瞧你这不病痒痒的样子 王春连碰都不想碰你的 做人家老婆做到这种地步 那才叫不要脸呢 够了你有我没完啊 我没完 你不是说你要离婚吗 离啊 怕什么呀 他以为他有几个臭钱 就有好老公了 你不能生孩子 有男人也是图你的钱 你就等着被谋财害命吧 好了 老牛自然就跟你谋财害命了 也能你祸害别人家庭 我疼你 为你家庭就瘦了你啊 你这么做 当马霞看到这个陌生的女人 不断地羞辱自己 他气疯了 那个女人骂她的话 都是隐藏在她心中 最不愿意念对的痛 看到丈夫非但不帮助自己 还联合这个女人羞辱自己时 马霞已经被气得心脏特别难受 她被气得失去理智 脑中只有一个想法 教训眼前这个明明做错了事 却蛮横无礼的女人 你疯了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黄春呢 黄春现在怎么样了 你告诉我 他死了 他在哪 他在哪 我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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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杀人了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别哭了 我先来问你 你想坐牢吗 那你从现在开始 一切都得听我的知道吗 咱们得想办法 先把王初的事情处理掉 那个女人的 好了 那她会不会报警 会不会报警 我不知道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只要她今天晚上没报警 就好办了 给了咱们时间 就能想办法堵住她的嘴 我去看她的嘴 不过来 快 快点 快 回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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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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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快 回家 快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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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